中国政府通过非洲第一富人发展联合会 向53个非洲国家妇女儿童和青少年 捐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工作顺利完成 中方克服疫情形势下国际运输受阻等困难 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将全部的物资 运抵非洲各国 在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联合会的支持下 物资在各国得到了分发和使用 非洲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此予以积极评价 表示援助物资有助于增强非洲妇女儿童和青少年的抗疫能力 各国守望相助团结合作对于战胜疫情直观重要 疫情发生以来中非双方一直相互声援攻克时间 中方在自身面临抗疫压力的情况下 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向非盟和非洲国家提供大量的紧缺抗疫物资 同非房举行了六场抗疫专家的视频会 分享抗疫经验 向非洲十五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 四十六支中国的原非医疗队积极参与当地抗疫 中方还承诺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 将率先汇集非洲等发展中国家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中非友好深入人心 中非友谊牢不可破 不管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和挑战 我们都将同非洲兄弟一道 风雨同舟 砥砺前行 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让中非友好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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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